是不是有很多姐妹 设备很专业 美瞳却怎么带都带不进去 其实带美瞳呢 是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徒手就可以直接带 今天呢 本美瞳大户就来手把手教你们 如何快速带美瞳 以及选美瞳 首先先给你们分享 挑美瞳的一些小经验 挑选美瞳呢 要看它的含水量 几乎直径还有花色 含水量呢 一定要是38%以上的 不然呢 就是你带五六个小时 眼睛就会开始干涩了 含水量55% 基本上是我买过 那么多美瞳里面 含水量属于比较高的了 带八九个小时 都不会干涩的那种 第二个呢 就是几乎 美瞳如果几乎过大 镜片和眼球的不贴合 就会容易滑片或者移味 几乎过小呢 会容易抹眼睛 带久了之后呢 眼睛里就会有红血丝啊 事物不清等 怎么看镜片的几乎大小 其实很简单啊 几乎越大呢 它的镜面越平 几乎越小呢 它的镜面就越弯 第三点呢 就是直径 我是更喜欢偏小直径的美瞳的 一般就是13.8毫米到14毫米 中直径的美瞳呢 一般是14毫米到14.2毫米 大直径的美瞳呢 一般就是14.2毫米到14.5毫米 不管是不是新手美眉 都不要选大直径美瞳 班人真的hold不住 真的很夸张 很非主流 而且越大直径的美瞳呢 越容易造成干涩缺氧 最后呢 说一下花色吧 其实也可以说它的着色直径 就是它的着色直径 越大呢 上眼就越夸张 可以参考一下日本流行的 美瞳大小的黄金比例 眼白眼黑眼白是1比2比1 这样呢眼睛就是自然放大的效果 大家在选择美瞳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抵抗三段UV紫外线 注意就是给我们的眼睛防晒防辐射 这很重要哦 特别是那种长期需要戴美瞳 然后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美眉 好接下来我来教大家如何快速戴美瞳吧 首先戴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洗手 洗完手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把手擦干 我先把美瞳摘下来 其实摘下来就非常简单 跟戴上去是一样的 拉住这个眼下 清点好了不要太重啊 因为眼周肌肤是比较脆弱的 然后把它拉到眼白的地方 两只手指一拨 轻而易举就下来了 非常简单 戴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简单 需要一把镊子 然后拿出一根手指 平铺在我们的这个 手指尖尖上 对个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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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样是拉住我们这个下眼皮 先戴美瞳的下面 戴到眼白的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一推就上去了 然后再眨一下就好了 非常简单 那好今天我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 最近我非常爱戴的四款美瞳 首先呢我建议新手美眉们 可以先从技抛开始戴起 练手的时候也不要用日抛 不然太浪费了 所以我今天给你们分享的呢 都是月抛技抛 可能也有年抛 首先我眼睛上的这一款 我觉得就非常适合新手戴 它自然到几乎看不出来 它是美瞳 就感觉你是棕色的瞳孔 就是Revia 半年抛的 这一款就是自然到 你出去拍证件照都看不出来 含水量是38% 几乎是8.6% 指径是14.1% 第二款呢 它上眼是这种灰色的 它铜片上的颜色呢 是比较明显比较亮的 所以它哪怕是在黑色瞳孔上 上眼的颜色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它的显色度很好 包装是这个样子的 含水量也是38% 几乎8.7% 直径14.1% 这款很适合画那种欧美妆 但是也很适合日常 第三款呢 它上眼是有一种粉棕粉棕的感觉 最外圈呢 又有一点点抹茶绿 就感觉很日系少女的 整个眼睛都水汪汪的 很通亮 色号就是抹茶 这款的含水量呢 比较高 它有58.5% 我说怎么戴一整天 一点都不会干涩 几乎是8.4% 直径是14% 第四款 它这个上眼呢 内圈是有一点点黄棕 然后慢慢往外运呢 是一点粉紫的颜色 这个颜色真的很适合女团 非常的灵动 又带有一点点混血感 含水量是38% 几乎是8.6% 直径是14% 好啦 一遍看不会 你们可以多看几遍 还想看什么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